青梅這次苦過來不容易 妳可以現在看破以前 妳大學剛畢業 跟瓜哥主持節目 很好的機會 但是妳窮到要搬離台北 對 因為我第一 反正我第一個工作 就是助理主持 那我跟到一個很好的大哥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行情就是助理主持 而且我當時是大學生 所以那一份薪水 對於一個大學生打工來講 是綽綽有餘 因為我們就是住學校的宿舍 就是沒有上課時間 再去錄影 可是當我畢業以後 我要搬離宿舍 要搬到台北市的時候 我的薪水是不夠我付房租 是真的不夠 所以那時候 也是在台北撐了半年 真的撐不下去 就搬回帳化 然後一個禮拜錄影一天 所以我大概是 早上六點多的時候起床 要搭客運 因為自強號一張單程票 單程票要三百多塊 可是客運那時候好像兩百多 所以搭客運比較便宜 那就每個禮拜四 六七點去做客運 然後又轉捷運 到了攝影棚是九點 就舒嬅一直錄... 錄完了一整天 要趕在最後一班客運 再回彰化 那台北到彰化要三個多小時 就有時候你已經站了一整天 你很累 然後你又坐客運 你坐在椅子上 又三個小時腿超脹 然後你下了那個遊覽車的時候 就整個車站就你自己一個人 那你還要找自己的摩托車 在哪兒再騎回家 就是在那個時刻 我真的就覺得 我到底是在辛苦什麼 那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如果我有錢就好 如果我有錢 我就能自己買一台客運 自己開了 我跟你講... 其實我那時候都不知道 自己這麼厲害 因為只要人家說 有沒有空誰會 我會...就先去 然後很多東西都是去了再學 然後那時候又遇到 剛好瓜哥他... 他那時候四五個節目 他的助理有時候 幫他忙東忙西的 所以我就跟他說 其實助理在忙的時候 我可以去幫助理 變成他助理的助理 所以他的那一份工作 算是很激動的接案子 就當時大概是瓜哥 然後又音樂公司 又補習班 還有那個製作性的錄影 就接了四五份工作 反正只要有時間 就是去工作 那你這麼忙著賺錢 當時應該會影響到 你自己的生活吧 你的男朋友 其實影響很多 因為我那時候 其實算很幸運的是 我交了一個男朋友 他家境其實還不錯 可是因為我把所有的白天 或者是正常 我有空的時間 都拿去工作 變成我很沒有時間陪他 那我們連那種很基本的 什麼情人節 他生日或我生日的那種 遺事感都沒有 他說要不要哪一天 去哪裡... 我就會說 你跟你朋友去 然後他有一次問我說 那你什麼時候跟我去 我就說反正以後有時間 你就是在等我 我最近真的很忙 但是我就一直講以後... 沒想到 我們之間就沒有以後了 就那時候會覺得 他為什麼要... 就是如果有錢就好了 因為你也覺得說 這個男生他家境很好 他的價值觀 可能跟你不相等 他會覺得為什麼要這麼累 為什麼不顧健康 為什麼不怎麼樣 可是他不知道我們 是從怎麼樣的成長環境過來 為了生活有多不得已 對 那時候你跟家人的生活 也被影響 對 因為其實 我們家是單親家庭 然後我媽養活我們三個小孩 那一年剛好就是 我妹妹也去住宿讀書了 所以我們三個都不在 但是我們也提前 在母親節的時候 有跟媽媽說 母親節快樂 我們這個禮拜... 這個月不會回去吃飯 那先跟你祝一生母親節快樂 然後他也都說OK... 剛好我媽的生日也是五月 結果他突然在母親節的前戲 他傳了一封簡訊到群組 就說他以前很辛苦的 帶著我們三個長大 但是他覺得不管再怎麼辛苦 他只要一回家 看到三個姐妹 不管我們三個是感情好 還是在打架吵架 他都覺得很快樂 就是我就是為了 你們三個在努力 可是他突然 他覺得這是他四十幾年來 第一年就是回到家 是沒有人的 對 然後他就說他覺得很難過 他覺得他突然很空虛 不知道他過去是在忙什麼 然後他知道 我們三個都長大成人了 然後他只是... 他說他不想給我們壓力 但是他只是希望 我們三個都過得好 那我們看到這種簡訊 情何以堪 我們三個趕快打群組電話 跟他通話 群組視訊了嘛 對 就視訊 然後在聊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有一點哽咽... 對 隔天吧 其實本來都說隔天有事 隔天幹嘛... 其實隔天三個 剛好就不約兒童的 隔天晚上三個都回到家 陪他吃飯 好 那妳曾經 不得已跟男朋友借錢 這件事情 對妳印象也不小 對 因為其實 這一個男生 他們家境還不錯 我一開始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雖然我很愛跟大家開玩笑 然後我其實心裡面也很怕 大家會說我是因為他的家境 我才跟他在一起或什麼 然後我都會說 我們才不是那種人 他也沒有請... 我們出去也都是各不各的 我真的沒有用過他的錢 可是因為那時候就是 媽媽其實她沒有工作 她有一次急需要一筆錢 妹妹也還在讀書 我跟姊姊在工作而已 所以那一筆錢要我跟姊姊去湊 那姊姊已經湊到一個數字了 那我還湊不到 就因為我在講電話的時候 男朋友都在旁邊 於是他就說 我自己這邊有一筆 賢錢大概五萬塊 你先拿去用 反正就是救急 那他也好說歹說的跟我說 我知道你的個性 不會隨便亂跟人家借錢 但是這個你要應景 你當作我幫你 你先拿去用 結果我就收下 然後我就匯給姊姊 結果姊姊就問我說 你哪裡來的錢 我就說他借我的 然後姊姊好生氣喔 其實就是說 你跟誰在一起 怎麼樣都好 就是千萬不能扯到錢 因為你跟一個人在之間 如果扯到錢的話 你在他面前永遠抬不起頭 那尤其他又是你的另一半 你們每天要朝夕相處 好的時候很好 沒有問題 但是壞的時候 他要講出什麼話 不管是羞辱你 還是說言語上冷嘲熱諷 你都會很受不了 所以他也是自己低著頭 跟他朋友借了錢 叫我把這筆錢還給那個男生 你現在凹出頭來 自己也買了房子 你有想過如果 現在有錢了 你想要做什麼嗎 有錢喔 有錢當然是想要賺更多錢 那賺更多錢 你就是要投資自己 那其實基本上 我覺得大家都覺得 我好相處 臭虧臭虧 然後很親密 我就會想說 OK 那讓自己再提升一點 除了內涵以外 外表也是 就是讓自己的外型 再看起來比較時尚 再有質感一點 可不可以先把時尚拿掉 不是台東 時尚喔 時尚 我剛剛聽到時尚 時尚 因為你知道 有時候我們會不會找去 一些時尚節目 他們會幫你改 就是改造 幫你配穿搭 那有時候呢 那同一集旁邊的 他們就說 你穿這套T恤好好看喔 買啦 買下來 旁邊會有人開始鼓吹 就說今天造型是難得 幫你借到 這根本就你的衣服喔 對 然後你透過造型師買 又有打折買下來 那那時候我記得 我穿了一件上衣吧 我就覺得好像可以喔 因為我們也要慢慢的製裝 慢慢的改型嘛 對不對 然後我就說 好 這件多少錢 然後那個造型師就說 有打折 我們有折扣 我說好 打完折多少 打完折一件T恤還要七八千 我心裡想說 我是要來這裡賺錢的 結果搞得我還要貼錢去 再倒貼 去製裝 你知道嗎 我說好 好 你先 我考慮一下好了 我覺得黃色比較適合我 我覺得還要硬扯 沒有原因 就覺得說先不要 然後我就覺得 我想要 可以稍微就是有錢一點 在這些小地方 投資自己 打扮自己 對 我可以不用綁手綁腳 還有嗎 還有就是 當然就是 因為以前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跟 譬如說像Sakiru這種男生 然後跟幾個女生朋友 我們一起出去吃飯 我就跟另外一個女生朋友 我們兩個互相鼓勵 我說我們要有信心 我跟你講我們不是醜 我們只是沒錢 不管如果全這個世界上 沒有整形走在路上 比素顏誰比得過 我們兩個 不管我們只是沒錢 或你們是昏藍天成 昏藍天成的自信 我們只是沒錢 不是醜 沒有醜女人 只有藍女人跟窮女人 懂嗎 我們努力一點就互相鼓勵 旁邊一個男的就說 對啦...你們 你們還是不要浪費錢 因為你們真的會花更多 還有 然後就因為這樣亂講話 每次去唱歌 不是都說 去整形啊 請問我怎麼 眉毛一下截肢 眉毛一下截肢 你知道我們有時候去唱歌 有時候就是那種 有男生有女生 有一些男生就是會說 我們這次出來 可能十個人 那女生不用付錢 他們男生會很大方 每次就拿帳單拿來 就直接現場 男生五個就除以五這樣子 就有一次一個男生進來 好一萬二除以六 一個人兩千 然後就收... 突然跟我收兩千 我說 為什麼我跟我收兩千 你不是除以六啊 你也是啊 你看看你像個女的嗎 然後我就心想說 我只是 我只是平常有時候素顏 還是有出去就比較 隨性一點這樣子 那時候真的被激到 這呼應第一個 改變時尚造型 對啊 就是 她都穿得太中性 不要讓我有錢 我跟你講 每次流汗 流汗有沒有 衛生紙好不吸水喔 那一千塊 還有防衛的那個標籤 你知道嗎 超不吸水 所以我每次都跟我朋友說 千萬不要讓我有錢 我用一千塊擦汗 然後擦一擦 揉一揉就對了 一千塊擦汗 還可以先 幫你圓夢啦 真的假的 一千塊太少 三千擦汗拿 這個可以 所以我的臉比較大 可以用一萬嗎 可以這麼炫富嗎 其實我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有衛生紙 我可以用衛生紙擦汗 手也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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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太奢侈了啦 那個比較粗糙 比較適合我的皮膚 來 一起擦 有夢大家一起實現 一千塊擦汗有什麼感覺啊 沒有同錯味 真的沒有同錯味 其實也滿冷冰冰的 真的耶 真的 是沒什麼溫暖啦 有這種自己獨享的感覺 好的 謝謝 好開心 擦完要收起來 衛生紙都丟了 都要收起來 對 要 大明你怎麼看 欣梅現在的狀況 我覺得欣梅很棒 我覺得在她身上 我突然會了解到就是 我好像看到我以前 就是只要有機會就抓住 然後別人說我吃很多苦 我都不覺得 因為我也跟她認為一樣 就是會覺得 將來我一定會有很多錢 或者是現在賺不到的錢 將來錢會追著我跑 我覺得我跟她 應該是看同一套勵志書的 但我要跟你講 那不一定 因為我要跟你說 雖然即便命運 不一定會在將來 跟我們一定會有很多錢 可是你在做這些事情 在拚的過程當中的時候 你是甘願的 而且你會覺得很滿足 自己在為了夢想 往前跑的感覺 那我覺得光是這個甘願 它就是無價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